《啤梨晚報》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好 回到四月八日第二節的《啤梨晚報》 說真的很緊張 作為阿仙奴的球迷 我每一節都要講一下 在二十年前 即是二零二三 二零零三、二零零四 就是所謂的北敗的一年 但亦都是我們對上一次拿聯賽冠軍 如果能在北敗的二十週年之後 再拿多次聯賽冠軍 當然就是一個美譚 但是這屆真的不容易 我內心 那些對手不強 但是曼誠也不強 曼誠這對手最容易打 是的 但是有時我又這樣想 你說最容易打是不是容易打 有時是很煩的 是吧 一會我會分析的 其實我內心覺得 當然你說今年有機會是否沒有機會 你說如果你現在看現在的骨幹 用現在的骨幹來看 還有一些補強 如果能夾到的話 其實我就是不 很樂觀我對阿仙奴這對球 因為曼誠是正在下落的 大家看到 至少今年 你今年拿不到 我覺得在未來的幾年 分分鐘阿仙奴會形成一個 是怎麼說呢 是統治級的球隊 可以去到 是的 可以去到這樣的 尤其是看完他上次 即是打白銘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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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打得好不好 是打得厲害 起碼 我贏了2比0之後 有你拿球 對劉頓那場其實都見到的 拿到七八十 好球率對面 有什麼所謂呢 我再打個反擊 即是這些學得厲害了 我不用跟你這麼華麗 由頭華麗到尾 但是 另外一方面 其實我有些想成人之美 但 即是作為 大家知道我是第一號的阿仙奴 擁有第二隊球 喜歡就是利物浦 其實 我又想高普 拿到一屆 但是我還不能夠讓 我冠軍出來 但是 今年都是 真是很久沒試過 三頭馬車這樣爭 就真是很久沒試過 我印象中 真是很久 因為已經去到直路 你不是說 仲是聖誕節 有些四五隊都好像有機會 很多時候都有 你已經去到直路 曬入直路 懟大 只剩下幾場球 七場球 嘩 還有三隊懟 七十 七十 真的很少見 好了 當然最重要的 我當然明天 買一些龍蝦湯 就是 建公司產品 回去怎樣去 一道 吃點美食 一邊看球 大哥要記住我 很多年沒看過 阿仙奴 歐聯中過八強 是 幾多年了 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可能真的有十年了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還可以踢歐聯 經常輸 十六球都出局 對著拜仁那些 就輸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會害怕 喂 你不肯打輸就沒辦法了 你今天也可以輸的 不要說不可以輸的 但是如果這隊拜仁 我都害怕 你就不能踢歐聯 這隊拜仁 是我未曾見過 這麼差勁的 今晚我夠老闆 搞好香港 我怕香港 怕搞得 還想了 好了 你真的想不說 是不行的 這些新聞是錄出的 但是我真的 九龍城撥水節 其實搞了幾十年了 由民間自己開始搞的 今年 就由這個專員 有一個什麼專員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的專員 蔡敏君華 他們是女兒 是啊 是嗎 我沒有看過樣子 整個亨你那樣 OK 這樣也好過你什麼精 反反亨你不知道哪好一點 喂 他說 今年 就不會在城南道搞了 OK 就會移師 去賈兵達道那個公園 我不知道 你賈兵達道那個公園 是不是指大城公園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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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去年發生不愉快的事件 人浸了嗎 有什麼不愉快呢 原來 他沒有正面回應 人被射死 沒有正面回應 應該就是在說 在今年稍後 應該是月稍後 製作審前覆核的案件 即是說 有幾個 你說吳山姓就好 什麼都好 我覺得 那不是水絕 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看一下 雲南 廣州 我們看那些上額 那些公安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城管 那些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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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警察出身 我們保安局長 是警察出身 有關係呢 總之管 如果要洩警察 所謂這些 如果是不理想的事情 要洩執法人員 找水槍噴 在八甲兵達道公園 是否可以 因為不能找 你認為如果這樣 是犯法是侮辱 他就要抓他 是吧 喂 這個是一個開放 開放開放的 在那條街道 他就說 那你走下街 如果被人噴 你會不會開心啊 你會不會走開 那我又想起了 這個搞了幾十年的 啊 泰國的噴水節 在城南道 你去未入到那條街 已經見到外面 這樣的氣氛 你都知道是什麼事 是吧 就是等於法官所說 你明知那條暴動 你走進去 幹什麼 啊 然後走進去 濕了你不開心啊 神經病 即是你連一件這樣的事 怎樣搞 其實這樣搞了幾十年呢 不經意地 它真是成為一件 民間的小盛事啊 有很多人會專程過去 九龍城買下東西 吃下東西啊 即是我不要說 那個經濟會 即是動到多少 即是令到我 市面熱鬧些 不是 去公園裡 要管 至於九龍 至於城南道 還可不可以 潑水呢 阿專聯說 那裏會有一個 車尾箱試襲 不潑水了 車尾箱試襲 我想就是 可能有小便打開後面 賣東西 或馬上 駛車打開後面 賣東西 那裏呢 那裏呢 他呢 就說呢 現在呢 十八區日夜都繽紛 知龍城美食 潑水太繽紛 就會在這個星期五 至下星期二日 即是五六日三日舉辦 在哪裏呢 指定位置呢 就是城公園 公園的籃球場呢 有撥水活動和電音表演 撥水活動呢 有八節的 每節呢 就二百人 入場前呢 要登記 我咬 你咬 你咬 還要登記 老實說 二百人這樣 我都覺得滿 那你就只有千六人在那裏熱鬧 跟你整條街 當然不認同 是吧 好了 於是乎記者問 喂 九龍城不行 為什麼荔枝國又行 荔枝國應該是長二街 在哪裏呢 啊 這一個九龍城的民政事務專員 蔡敏君呢 就說 為什麼說陳沙環呢 每個地方不同的 做法已經通盤考慮 你就通盤考慮 你自己九龍城專員那裏 你作為專員民政事務處 你有沒有跟那些街坊聊天啊 還是那些街坊的意見 那些街坊一會兒才講的意見 你就覺得不足不足不停 反而呢 因為那些不開心的事 你就很害怕 喂 我很懷疑 其實警方有沒有被壓力 你說要你這樣啊 其實我都懷疑 還是你自己一路 就是縮起途鋼啊 好了 那 那 成南道 集貨店呢 那些人訪問 他說 撥水節玩了幾十年 搬到公園 當然不太方便 因為是成南道的嘛 他們的店舖 他說 啊 怎樣也有影響吧 他說以往撥水節呢 現在生意做陪 現在呢 他最擔心 你不單只沒有那一部水節 你還要在那條街上 有一些車尾箱 賣東西啊 賺生意 不是賺生意啊 好笑 是不是好笑啊 是呀 還有 好笑 這個 以呃 這個 長逸街 例子國 香港沒有水節2024 都要 預先登記跟簽 免責證明書 要你六美 你去高峰 那條街道好些 因為為什麼呢 在這個世界上 真是當你什麼都不搞呢 你猜有沒有人投訴濕了呢 我覺得是有的 以香港的一部標紋 但是你會多還是少呢 這個世界上你要絕對這麼清楚 就沒有人呢 我又屌你了我要參加免贈證明書 又是廢的 又是廢的 不用搞 屌你了 不說了其他人 如果是深圳立刻弄到撥水截 當然絕對 我告訴你 他可能不用特別弄 這個星期五六日 已經有到處這樣玩 屌你什麼人是專門去玩 你知道撥水截是泰國的 那時機背都比較貴 深圳聽到啊 做事啊 好了 另外今早 打到我老婆回來都晚了 有個人叫善入怒鬼 講得好聽 二十八歲姓楊的 在 講解職員話 在九龍塘站 懷疑善自進入怒鬼範圍 被東鐵線往羅湖方向列車極撞倒 陷入氛圍 那麼 交通十二點鐘 就脫線處理 二十八歲 其實香港呢 真是很嚴重的 我們每天不講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呢 差不多每天 差不多每天 一定有 我看到的 我看不到 怎麼說呢 兩三個老伯伯老婆婆 這樣走的 事實 每天都有的 然後有中年人 有時有三四個四五個平均 我真是不知怎麼計 但他二十八歲 這個真是 他的情緒照計 沒有少年人那麼波動 很明的 那是甚麼事呢 有消息說 一名香港大學的助理教授 涉嫌在學校裏面的辦公室 非禮一個女同事 都沒有女同學 女同事 事主報警 涉事姓江的教授被捕了 警方回覆說 接獲有女子報案 說在香港大學的辦公室裏面 遭到非禮 那我希望呢 就是聽見節目的那些朋友 你知道我在說甚麼 到時報料給我 經調查後 拘捕一名 33歲的 來自內地的男子 那我大家千萬不要 有一種有識眼鏡 就是 香港教授有沒有非禮的人 當然有 內地有沒有教授 八年樹人 十年樹木 也有 春風化育也有 也有 即是不要這樣一足弓打 一旋人 喂大哥 要不然又說我挑起兩地 守恨 但是你說有沒有 即是那些人 學得很輕 很輕 很平常 甚至他們不覺得是非禮的 會不會有 好了 警方說 這名涉事的大學教授 助理教授 在一月起 涉嫌在院校的辦公室裏面 非禮一名女同事 不止一次 女同事最終 女事主最終在三月 即是上個月 報警求助 現在這個姓江 來自內地 三十三歲的助理教授 保釋後查 據說這名教授 已經有半個月 沒有回學校了 不知是否有停職 這樣說 我們會跟進 大家放心 遲些看看 究竟他是怎樣非禮 是 好了 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 阿正 這傢伙真是磨心 我覺得他真是送貨員 話說 有一個 吳女士 吳女士 住張光澳 在前日 星期六 前日 在Facebook群組發文 說有一名速遞員 突然間將一頭 貴婦狗送上門 由於她都不知道是甚麼頭 甚麼路 拒絕接收 誰知對方就把食狗 就這樣擺在走廊 拍了照 就走了 這個女士主 後來跟記者接觸 對於這個速遞員的處理手法 感到相當不滿 她說 她都沒有簽收 那個速遞員拍完照給我 就走了 她說 會作出求訴 暫時沒有打算報警 和向愛動物協會求助 亦都向網民報平安 她說這隻狗目前很安全 已經交由朋友照顧 事情就是這樣 有個速遞員送她 她說 她說 是否有沒有吳女士 她說 我是 有人送一件事給你 她說是狗 我不知道是誰 她說 她說 這樣嗎 她不想了 放下照片 放下狗拍照 然後走下去 如果是這樣 這個速遞員當然不對 我們看看後話 事件當然引起網民關注 大家都批評速遞員的處理手法 就說 搞錯 生物當死物送 怎知道狗有沒有病 我怎可以亂收 等等等等 好了 香港01 就在星期二日 即是星期六 送她 下午就聯絡到 吳女士 她說 這隻狗OK 暫時交由給朋友照顧 安全的現在 OK 她說 她昨天收到 速遞員的通知的時候 完全都不知道什麼事 她就把那隻狗送過來 放在走廊 沒有簽收 拍完照給我們 就走了 她很困擾 花了一整晚的時間 向客戶服務查詢 和到處了解 確認了速遞員的身份之後 到最後 就懷疑事件 原來涉及她的親戚的婆式糾紛 是吳女士的親戚的婆式糾紛 有人因此而把那隻狗送走 事件是跟吳女士的家裡沒有關係的 但是吳女士說 她說 現在她就不方便聯絡寄件人 即是寄的狗給你 你便不方便聯絡 她亦都不清楚事件的詳情 即是義務幫助安排那隻狗 令她不滿的是速遞員的手法 她表明會向該公司作出投訴 她也沒有這樣說 好了 而根據那個速遞公司的網頁就說 喂 貨品是有限制的 速遞是不包括運送動物的 落單後一經發現 是那個 即是不符合他們公司的貨物限制 訂單會取消的 運費亦都會退回應用程式的電子錢包裏面 在這裏 這間是速遞平台的GoGo Sir 是不是GoGo Vans分拆出來 我真的不知道 GoGo Sir GoGo Sir根本就不應該去接這張order 首先 不應該 好 消息說 原來事件是涉及 寄件人即是寄這隻狗 跟收件人之間的溝通 收件人當時在單位裏面 但是不願意收狗 速遞員就唯有打電話給寄件人 寄件人 寄件人就跟他說 喂 收件人知道了 不要緊要了 知道了 你留下隻狗 或者報警吧 你怎麼這樣說 喂 喂 各位 我真的不是欠我速遞員 是不是做了磨心啊 你應該第一 我不知道你是否不知規矩公司 你照去 喂 這個是brick了公司的regulation的 不能做 退回一些錢給他 應該是這樣 去到 收貨人說不收 打電話給送貨人 你就叫我 你放在門口行 很多時候都會放在門口 或者報警 那你可以怎麼選擇 當然你給我 我可能有第三個選擇 這樣就不行 那個人又說不動 就是狗生歐歐 是吧 但是報警 我可能有很多事情做 我可能有第三個選擇 但是在那一剎那 喂 他這樣選擇 我亦都不覺得他 他不是那麼機靈 但是比起是你 你可以怎麼 如果給我 如果給我 我立刻 因為報警就省了時間 拿回公司 cancel order 真的唯有是這樣 公司report 當日你們做完 就當然想 即是速遞員 又可以賺少少錢 是吧 公司又可以 又有數 是這樣 好 好了 那你或者報警 這樣 於是 然後 現在又輪到 Google 的 客服 回覆 平台 就不方便評論客戶之間的糾紛 不過一直關注寵物安全 那你就叫我 速遞員 其實要回報公司 因為去到這個時候 喂 那公司 你玩東西 收貨 我又不收 寄貨 叫我放下 那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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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可以處理公司 那你拿回公司 那暫時 我們去找個order 寄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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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你們怎麼搞 真的不關他們的事 好了 他說 現在這件事件 平台已經向攝氏的各方 寄貨者 收貨者 和速遞員 了解情況 平台 就不提倡客戶 將寵物當貨物 去用速遞形式運送 知識這件事件 是因為由撫養寵物而起 平台希望能夠提供適當的協助 進一步優化速遞 因為服務運送紙 全部你不說 那你本身的貨物限制 就是不包括運動物 那你怎麼會接這個order呢 說那麼多 這件事 吳小姐 你生氣也不要緊 但是我覺得 你不如投訴你的親戚 你不要找這個速遞員來做窩心 你叫她可以怎樣做 你問心一句 親戚的婆式 可能是欠不養狗 那些事情 於是婦人說 保住那隻狗 說那隻狗 就先送去你 但又不要打招呼 你真是冷 真是找來搞這些 休息一陣 那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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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狗